不是,你还不会改封一专属的KC16。 这把枪是游戏内最难改的枪,因为它烽火太强了,导致战场模式也给削废了。 现在改得不好,打起来的屏幕直接跟地震一样,晃得我脑可疼。 在我多次实验和测试微调之后,我给大家带来两套战场模式的最佳改法,断游手游都可以这么改。 这样子既保留了KC16很强的近战争,也让它和步枪一样可以打远一点。 如果你要纯打近的话,那也别用KC16了,P90会更强。 这是第一套的改装和尖叫,大家自行截图保存。 第一套的话我并没有牺牲太多的机动性,后座力很小,并且略微改善了一下视觉晃动。 如果你受得了KC16地震的毛病,推进用这一把,用背径控制速度也不错。 我个人觉得KC16还是要发挥一点中距离作战的,如果纯打近战的话,它的强度其实没有那几把虫龙枪搞,不然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视觉晃动。 所以第二种,强化KC16的视觉问题性,打起来更加舒服的改法就来了。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套,打起来很舒服。 视觉晃动的毛病改了,KC16好压一百倍,拿在手里更有步枪的感觉了很稳重。 我感觉应该是当前版本最好的战场KC16改法了。 这一套唯一的缺点就是开进走速有一点点慢。 不过无伤大雅,还是那句话,如果你要纯打一个近战KC16的话,不如换冲锋枪,因为冲锋枪它稳定更好秒材还更高呢。 最后再总结一下,KC16是一把步枪,但是游戏里面把它做成了一个大号冲锋枪。 再加上风火太强,所以导致它战场也变弱了。 我个人觉得战场模式的KC16还是需要一次加强的。 当然,当前版本你用我这一套玩的也很舒服。 最后视频就到这里了,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 拜拜。 拜拜。